當我睡不著 告訴自己 忘記你 隨著動人歌聲沉浸情感中 阿妹睽違一年發新歌 為四月份的演唱會預熱 再次洗腦 好不容易等到大型活動復甦 黃牛詐騙也不錯過商機 就鎖定天后的粉絲型片 他只說他就是 等一下我先會考完 他會教我怎麼操作 還是什麼方式 19號阿妹演唱會試票 採取實名制 觀眾必須填實際入場者的姓名 要是不同就不能夠入場 不肖的賣家連連拋出話術 被害人氣的報案處理 發覺自己已經不是第一個上當 打開臉書社團黃牛猖獗 不少人聲稱能讓票還給折扣 許小姐說當時賣家說可以帶他入場 不由他相信真的能看偶像 結果一會款完仍舊消失了 可是一直到後面我記得 可能一兩個月後吧 然後又有人說 不行啊 除非不行啊 你買的票要退掉 就是到時候一定是 身份證件 我和你買票上去 可是我當時接下來也是 剛好在他 那一篇聲明附近的時間 所以就很合理 只是規定全面實名制 就是希望黃牛別來添亂 呼籲粉絲理性別再受騙 TVBS新聞稍微放紅一天一台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